大家好,我是凤肖初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广式的香菇卤鸽粥 非常适合夏天食用 首先碗中加入150克大米,50克糯米 加入清水,浸泡3个小时以上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去除表面的淀粉 那么也可以提前一晚上泡好 碗中加入一把干香菇 倒入温水,提前泡软 准备一只提前处理好的鸽子,展成小块 这个鸽子早上我老公去买3只才50块钱 最近比较便宜 再入葱丝,一小勺盐调味 一小勺白糖,适量的白胡椒粉 一勺料酒,一勺生抽,两勺生粉 刷拌均匀 腌制15分钟 准备几颗洗净的红枣 用剪刀去盒剪测小节 把泡好的香菇切成丝 几片洗净的生菜切成丝 砂锅里加入清水,大概1600毫升 大火烧开 水开过后加入10斤的大米糜米 然后不停地搅拌防止粘锅 煮到大米糜起来开始搬滚 盖上盖子中小火煮8分钟左右 下入鸽子 盖上盖子中小火再煮10分钟 狗狗在哪里,狗狗 狗狗怎么叫 狗狗 对 喵 喵是什么,猫咪怎么叫 喵 猫咪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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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途我们加入香菇丝,红枣吃 撒上生菜丝 葱花 一点点盐调味 适量的白胡椒粉 广东人最爱喝粥了 而且这样子搭配真的非常适合夏天 好了,光果开始吃 一道非常好吃的香菇卤鸽粥就不好了 旁啊 夏天不用炒很多菜 这样子做一点这样粥营养非常丰富 材料也非常多 如果买不到这种鸽子肉可以用鸡腿代替 喜欢的朋友赶紧试着做一下 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是洪小厨 下次再见 拜拜